卢灰中艺人的懊悔 约伯是一个艺人 他名字亦是仇视的对象 约伯被撒旦控告后 他受到大灾难与试验 一戏之间从昌盛到归零 在一天内四八人把他的牲畜弄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之后神又从天上降下火来 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 之后又忽然加热敌人 又奔坐三队闯来 把骆驼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他儿女正在和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时 又有狂风从荒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视角 房屋就倒塌在少年人 及儿女身上 他们都相继 全都死亡 约伯老婆又骂他 约伯极其痛苦 之后约伯又全身上下长满了怒仓 他用瓦片刮身体 他又拿麻布缝自己皮膚上的露窗 因此约伯非常的厌恶自己的罪 约伯就坐在尘土和如灰中懊悔 又放声大哭 他的三个朋友们撕裂个人外袍 又把尘土向天扬起来 落在自己的头上 也陪同约伯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原来约伯受到一夜破产的灾难 都是出于撒旦的撕探和攻击 但是约伯的信心却赢了仇敌的恐高 之后 耶和华神赤还给他的是 比以前输去的两倍还给他 披码蒙徽教会 Repent Sacclose Church望志 Repentsackcloth.org Rev Dr. Pauling Lee 李宝林牧师 披码蒙徽教会 基督超自然学校 版权所有 翻版毕纠 2023年9月17日 Pauling牧师 Line ID Le Pauling 李宝林牧师微信 Pauling 88888 Line ID